63. 星島日報 港車手上海輪源兩站劇鬥 2015年7月4日駕駛艙E05 William今年香港汽車會挑戰賽 經過上半年三場於廣東國際賽車場舉行的戰事後 上月兩場同四回合比賽分別以施上海F1國際賽車場 以及天馬山賽車場舉行 結果香港車手勞紅標勝出今年路車挑戰賽外 本地女將楊嘉儀更首度摘下N2000組訪車賽冠軍 將與三位男車手出戰華夏杯、維港曾光、文惠廉濤、HKAA 上月初香港汽車會挑戰賽首度以施上海F1國際賽車場 於全場4.6公里的3號賽道上舉行 仍合房車賽的多彎緊必值就特勝 其中一段長1.2公里大直路 更可讓賽車發揮終結馬力 臨入彎前往往可帶來更多超車場面 令現場車迷大叫精彩 盧洪標路車賽清皇當中較足目的路車賽 本地資深賽車手盧洪標於比賽初段發盡全力 趕過主要對手之一的連發車隊Pavotwood 順利勝出兩回合賽時 香港另一位猛將許家泰 則駕發GCC雪鐵龍廠車 出戰路車挑戰賽B組最後六個回合賽時 終於奪得第五名 表現突出 楊佳儀如人得利至於N2000組訪車賽 經過上半年連場擊戰仍未能分出高下後 一直被視為大熱門的香港車手路加進及陳一年 經過廣東賽車場舉行的頭三場六回合賽事後 分別以18分和16分成績 首載排名榜第二及第四位置在上海舉行的第七回合期間 格鬥場面極具火若味 致令雙方戰車各有嚴重損傷 反而一直首載有利位置的女將楊佳儀 卻能成世如人得利 成功勝出第七及第八回合冠軍 最終環澤夏N2000組訪車賽冠軍 馮文偉、潘德進從後趕上1600CC 渡輪增壓組別方面 分屬隊友的欣賊委及錄感 雖然上半年贏得五連冠階職 不過他們卻缺席上海最後兩場共四回合比賽 最終年度冠軍為自由對手馮文偉火拍潘德進 以從後趕上姿態奪得 令人期待是四位車手將於十一月套門大賽車相遇 屬於家術中求,界時必有一番奢 democracy 4 McG1 8 McG1 9 999 10